大家都知道的就是 所謂山地的保留地位 它的所在空間就是中央山地 中央山地的土地到底是誰的 以明治28年日令26號的基礎 他說 你只要拿出證據就是你的 你只要拿不出證據就是我的 可是原住民說我拿你拿得出證據的 所以原住民的傳統社會中 哪有棋局原住 那種東西 他拿不出了 在這個法令之下 所謂的中央山地除了民友 這些民友就是拿得出證據的 山地的周邊都有利器的 其他的林野地均是有官友林野 所以第一個要注意 中央山地為什麼先來那麼多土地是國有的 它的源頭就來自於這個階段 中央山地這個所謂的藩地 它在日治時代開始被國家視為特別行政區 也就是今天我們說的山地鄉 特別行政區就是一種隔離封鎖的意思 裡面的人不能隨便出來 外面的人不能隨便進去 而且這個是延續到戰後 不是現在之前 老齊 我年輕的時候要去烏來 要辦陸山陣 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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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 對國人進入以免影響治安 然後保留地是怎麼形成的 它最主要是在1925年到1930年 離原地區的事情 它已經掌控到一個程度 中央山地的治安也控制的差不多了 它才針對中央山地的森林資源 去做森林計畫事業 因為台灣的森林資源太豐富了 它就必須先對整個中央山地的土地 去做一個調查跟分類 這個分類的結果 土地分出了藥存至林野 準藥存至林野跟不要存至林野 藥就是要作為國有 不要就是不要作為國有 因為這些去做森林調查的人 他們都是森林科系出來的 他們都很了解森林 他們不了解人 所以他在做土地調查區分的時候 他沒有想到裡面有人 有人 有人 而且這些人需要土地 所以一開始他在畫土地的時候 他就只有藥跟不要 然後警察就跟他說 信賴 有人 人藥土地 你要給他們 他說 喔 還有一群人 這時候他再畫出第三種 叫做準藥存至林 可是他在畫的時候 因為他們不了解原住民族 所以他只會去看 有在根的地方 他就把它畫給原住民 沒有根的 他就把它當成一般的土地 畫到森林 關油林裡面去 可是警察跟他說 原住民是有根 你不能看他現在沒有人根 就以為這個不屬於他 你這樣子會讓原住民 沒有足夠的土地可以使用 所以職場局的調查者 他才知道原住民的社會文化 跟土地的持有之間 是有密切的關係 所以這時候 準藥存至林也在依據 原住民對土地的需要 再重新去畫 然後這時候就叫做 單人保留地 那我這邊簡單看 這個就是所謂的三大分類 總土地128251 留給原住民的土地 147443 比例10% 其他都變成官有地 官有地在今天都屬於 林務局 退府會 國有財產署 國家公民 相關的單位 這些單位的土地來源 都是官有地 官有地是這樣創造出來的 只留11% 數字會說話 然後我們再來看 1945年政權要交替 我們會看到 總土地因為不同時間 不斷地調查 這時候的數字就不一樣 留給原住民的 單人索要地 1939年的數字 47% 這是經過警務局介入 重新劃設的 單人保留地 在準藥存至林也的時候 是11% 到過單人索要地的時候 是17% 是因為有考慮到 社會文化的問題 但也只有17% 今天我們再說的 三地保留地 原住民保留地 他的前身就是日資時代的 鑽藥存至林也 跟單人索要地 1945年 新的政府來了以後 繼承了日本人這套制度 並且給他命一個新的名字 叫做 三地保留地 援運以後 把它改成為原住民保留地 所以其實他的土地是很有限的 大家看到 寧國時代的三地保留地 曾經多次的 修改他的辦法 民國37年的這個法律 你只要看關鍵的就是 原住民保留地是國有土地 原住民雖然有保留地 但他沒有土地所有權 他只有使用權 最早期是這樣 民國49年的時候 重新修法 你只要有實質使用 你就可以領用這個土地 這時候他就說 原住民與耕作農地滿10年以後 可以無償取得農地與建築 用地是所有權 那取得土地的同時 好像是福利是德政 其實目的是要允許公私營 企業組織或個人 申請租用或使用三地保留地 進行事業性發展 換句話說 在那之前 整個中央三地是封鎖的 在這個階段之後 中央三地要開始開放 發展官方 要開始修綜橫 要開始做經濟方面 發展保留地的法令 也相應修改 到原命的時候 很多原住民出來說 環國土地 環國土地有兩個面向 一個是指山上的原住民保留地 這些保留地被在三地鄉的平地人 用很多種方式取得 而使原住民的保留地 在這個過程中也逐漸流失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面向是指平地原住民 山上的人都還有保留地 我們平地原住民什麼都沒有 可不可以把官有地 劃一些給我們平地原住民 因為不管是山上的原住民 還是平地的原住民 都有土地不足的問題 因應這個用地不足的問題 在山上就開始採取所謂 增編保留地 或者是把平原地區的官有地 劃編為保留地 再增配給原住民 不論是山上或平原地 它主要的來源都是官有地 它不能動私有地 公有地私有地的問題 就涉及我們前兩年的傳統領域 劃設辦法 那個爭議就是說 我們傳統領域劃設辦法 只處理公有地 因為公有地好處理 可是反對這套辦法 你是說如果你私有地不處理的話 我們很多地方發展的問題 就會被財團剝削 最後我用智障來做結論 地圖真的會做好 台下道成兵說 台灣哪有荒地 全部東馬是班地 這就是台灣都是班地 東馬是原住民的土地嘛 18世紀的時候 還有自主性的原住民在東半部 平原地區這些淺色的 平湖主持的土地都一一流失 到20世紀的時候 這個流失的情況越來越大 那平原地區土地只要不夠 我就跨過番街 裡面去開墾 番街就只好往內頭 所以番街就越來越推到裡面去 只剩這些人 但是我們法律原住民 欸 我還有一個廣義的番街 但現在呢 經過平原地區的 中央山地的土地整理的結果 現在可以留給原住民的保留地 就只剩下這些人 這四張圖擺出來 可以說了四百年來 台灣原住民的土地變遷史 我用這張圖做節目